这位是基隆脊髓损伤者协会理事长 特别坐轮椅实际通过一段骑楼进行示范 为轮椅族与弱势族群发声 让市民可以看画面来体会轮椅族内心的心酸 呼吁各单位政府跟民间将心比心 重视骑楼与道路规划 关注轮椅族的实际通行 能协助来规划改善 让骑楼更平整 规划安全通道 那么今天我们这样子一趟以后 就可以发觉 那个骑楼的无障碍 平整 对我们这些身心障碍的人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刚才我们的指寄长有讲到 小白杖是他们的很大的一个目标 那我们是伦理嘛 所以当你们一般看到我们这些群组在外面 如果碰到障碍的时候 请多发挥你们的爱心 然后来协助我们 要推其实是很费力很难的 这种环境 这种对于不管是市长的朋友 都很危险 那对于推轮椅的 这个呢都是很障碍的一个状态 从画面中可以清楚发现 骑楼高低不平与机车停车的问题 对轮椅族等弱势族群的确是一大困扰 如果没有规划安全通道跟平整骑楼 似乎随时都会发生意外 那尤其是我们在有阶梯的地方 必须适时的做出一部分的这一个坡道 这样可以让身上的同胞 他们在出入的时候会更方便 否则对他们来讲 根本就是寸步难行 其实有蛮多的话 其实在医院的这个周遭的部分的话 骑楼的高低差的话 其实是应该要先去做一个改善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常常其实轮椅族也好 或者是我们的很多的身上人士 大家的话都会固定的去做一个看诊 那所以呢 我们之前有在讲说 微笑港湾的附近的一些商圈的周边 那会先去做所谓的骑楼高低差的改善 那其实呢 市域呢是很希望说呢 可以优先的以这种医院 或者是呢 我们一些运动 大家常出没的一些场所 来去做一个设置或者是因应 我们一起来 透过不一样的帐别 我们今天有视力比较不好的 有行动比较不方便的 那呢 我们都还有比较虚弱的 我们可以一起来体验一下 我们城市道路的状态 然后一起来发出声音 一起来努力改变我们的环境 那也再次的感谢我们的 这些声音障碍团体这么优秀 然后这么努力的 一起来社会参与 然后邀请更多的大众 我们一起来关注 这些比较弱势族群 他的行动的权利 跟他我们整体社会环境的改变 那我想未来在各单位来讲 有需要我们议会来协助帮忙 我们各单位的生活所需 或是在整个行的方面 或是在各方面生活的一个配备方面 我想议会会简易来配合我们所各单位的需求 有关我们如你族的一个好朋友 那一般在所谓的旗楼的部分 那比较不平顺 那现阶段市政府已经推出 一个四年的一个计划 那整合了都发处跟公务处 针对市区一个旗楼的部分 会优先来推动旗楼整平 让我们如你族的一个好朋友通行无畅 那另外是现阶段金融市政府已经针对有九十几处 在绿脚压的部分 就是说行川线绿脚压的部分 我们也让民众更好通行 已经划了所谓的标线的部分 后续在这些地方呢 那机车就不能停 而且会加强执法 那让我们一个通行一个好朋友 伦理组的好朋友在过行川的部分 能加更加的通顺通常 现在许多工部门的建筑 都会行建无障碍坡道 建议能从无障碍的概念作为出发点 来推动旗楼整平工程 加强鼓励私人建筑以斜坡代替阶梯 保障身障朋友在旗楼行走的权益 也能提升安全性 记者黄日生 陈淑萍 李良杰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谢谢观看